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无心 前段时间机械键盘大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到自己喜欢的键盘 我和奔姐也是不约儿童买了同一个品牌的机械键盘 这事真的是没有提前商量 这个品牌的键盘之前也经常在我们的视频里出镜 没错 那就IKBC 最近IKBC发布了Type Master X系列机械键盘 主打轻薄旗舰 其中X400为87件 售价699元 X410为108件 售价799元 我们也是抢先拿到了87件的Type Master X400 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键盘这几天使用下来的体验吧 IKBC Type Master系列外观上延续了Table系列的设计风格 不熟悉的小伙伴很有可能会将两者混淆 但其实两者还是有细微差别的 Type Master系列整个身材更轻薄了 按键布局也进行了小的调整 Type Master X400的键盘是87件的传统布局 适合比较紧凑的桌面 87件和108件怎么选我最近算是有了答案啊 我第一台机械键盘是大手买的87件的 用到现在按键都已经被我盘的开始打油了 这一天换了108件的键盘后 我本以为我的幸福感和效率会有很大提升 但事实上 其实没什么感觉 可能我已经习惯了87件的布局 同时108件的键盘的确有点侵占我的桌面空间了 当然要是你的桌面空间充裕的话 108件多出来的小键盘还是更实用的选择 X400键盘的轴体 此次学用了Cherry MX Low Profile的红轴 这轴体是樱桃在去年CES上发布的一款轻薄机械轴 面性中高端 传统的机械键盘手感虽然好 但不管是体积还是重量都要远超薄膜键盘 那么有没有既能兼顾轻薄又能不牺牲手感的机械轴呢 Cherry MX Low Profile轴体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Cherry MX Low Profile的轴高为11.9毫米 相较传统的MX机械轴高度降低了35% 也正因为轴体本身的大幅瘦身 IKBC X400的整体高度比我自己在用的C108降低了36% 轻薄的机身让我第一次上手的时候 还误以为这是个薄膜键盘 高度降低了 有人可能就会担心手感会不会缩水呢 Cherry MX Low Profile的轴体按压形成 从此前标准的4毫米减少到了3.2毫米 尽管高度降低了 但经过这几天的使用啊 发现手感依然不错 Cherry还是那个Cherry啊 同时Cherry MX Low Profile主体维持了 MX机械5千万次的超长寿命 键帽上 X400这次使用了ABS喷漆雷雕工艺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ABS的手感啊 触感亲和 有股baby skin的味道 当然长时间打字 还是PPT的磨砂手感会更胜一筹 至于ABS打游乐问题 需要长时间观察 暂时还无法给出结论 不过既然IKBC这次的系列名字 为Type Master 我相信在工艺方面还是有考虑的 ABS良好的透光性 在这台机械键盘上体现了出来 X400支持5G背光调节 也支持多种灯效模式 同时还可以调节灯效的频率 当然像我这种不爱瞎折腾的人 一直用的都是最普通的长亮灯效 我一直觉得其他灯效会影响我的写作思路啊 不知道大家现在的键盘灯效是哪种的 X400的按键弧度还是延续了 一直以来的人体工程学设计 R1到R6的6接键盘纵向构成了一道弧线 对比弧度不是那么贴合的键盘 我发现我不打字的时候 我更愿意把手放在键盘上面 这搭配ABS的轻浮手感 你还别说挺舒服的 看来是时候好好盘盘这个键盘了 X400的键盘面积比C系列大了40% 按键虽然说比较大 但习惯了小按键还是比较容易误出的 适应了一段时间后 误出会有一点改善 但依然称不上优秀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比较密集的排布 IKBC X400除了常规的87键外 在上方还有几个功能按键 左上角是一个音量旋钮键 我之前看过挺多这种旋钮的键盘 我个人一直不是太喜欢这种设计 方方正能的键盘 为什么要设计个圆圆的旋钮 一点都不搭吗 直到用了几天之后 我靠这旋钮简直太爽了吧 怎么会有这么极品的设计 怎么会有这种天才旋钮 太爽了 我以为我之前的音量调节已经很方便了 没想到这个旋钮简直是方便中的方便面 如果你细心的话 你应该会发现 目前不同网站的相同音量下 声音大小是不一样的 同一个网站不同视频相同音量下 也是不一样的 同一个视频不同时间段的声音大小 还是不一样的 不同软件相同音量下的声音大小 依然是不一样的 哎 跟说着绕口令似的 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啊 不同的声音大小 这就导致了我上一分钟还沉浸在爱马小天时 和妈妈的斗智动用中 下一秒钟就会被微信的提示音吓破蛋 看好莱坞大片的时候 每次碰到爆炸场景或者枪战 都要不厌其烦的调节音量 有了这个按钮 再碰到音量大的视频 就再也不用扔耳机 或者手毛脚乱的用按键去调节 直接旋转一步到位 我在这里吹爆所有配备音量旋钮的键盘 顶部左侧分别是锁定按键 密码设置按键 更改密码按键 F区和温区锁定按键 恢复出档设置按键 最值得说的就是这个锁定键盘的按键 你可以自定义密码 在你离开的时候别人无法使用 当然这种功能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啊 别人换一个键盘就可以输入了 这本来是一款主大隐私的功能设计 但我觉得在防范熊孩子领域应该大有作为 你总不能为了不让熊孩子玩游戏 把键盘拆下来吧 等一下 如果熊孩子用不了键盘 会把键盘拆了 总结 我一直觉得IKBC就是那种价格实惠 然后颜值又在线的键盘品牌 好看的没得便宜 便宜的没得好看 当然这是在经常搞活动的情况下 这次Time Master X也是这样 键盘部分除了空格键 现在这13个点的设计我不太喜欢 其他方面我都挺喜欢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款键盘怎么样啊 好了这些就讲到这里吧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哦 这是轻电科技 我是无锡 我们下期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